近年来政府鼓励青年返乡创业 在创业热潮下 有人成功也有人失败 创业沙龙让想要创业的伙伴少走冤枉路 而好下午县府农业处 在县府大礼堂举办创业沙龙奖座 借由创业成功企业家经验分享资源共享 以及创业失败的错误研期 让创业者提高成功的创业率 欢迎县政府特别邀请到前资程创新创业服务 罗实行长与数位经济及产业发展协会 黄玉华资深顾问担任导师 罗实行长在投资架构营运模式 规划与税务管理咨询 与学员分享如何在资源共享中 取得更好的资源来作为创业的基础 跟我们在地的一些创新或者是创业的 或者是地方创中的一些团队做一些交流 那我自己觉得花莲其实是一个风土人文 还有地方的产业其实是非常好的 有一个这样的环境的部分 那就是因应就是未来永续一个这样子的趋势 或者是讲说地方创新创生的一些趋势 那我自己觉得我希望透过花莲提案学校 或者是提案沙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交流的机会 可以帮助就是说更多的团队 可以发挥自己擅长的地方 那怎么把自己的一些资源 或者是一些擅长创新的部分 可以去跟不同的团队做一个彼此的交流合作 或者是跟一些企业能够去做一些衔接 把花莲的一些好山好水 或者是一些好的文化 好的这些物产 好的一些创新的灵练 可以能够更让其他的这个外部的一些单位能够知道 那把一些不同的新的能量能够带进来了以后 能够促进花莲更多的发展 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 课程中可以教学员商品的拍照 文案的撰写 脸书经营 品牌经营等课程 期盼从地方个案的观察到设计改变地方 推动在地产业的发展新契机 强化在地产业的核心价值 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讲师 不同领域的专家 来跟我们花莲县的一些在地的外农民 或者是青年 或者是想要发展创业的民众来分享 然后一起交流 那今天我们有请到之前在自成会计事务所的 庆文来跟我们做分享 庆文之前也有来做过工作坊 那今天的方式呢 除了庆文做他的创业分享 之外 我们也希望透过一起来参加的民众 分享他现在在创业路上遇到的困难 或者是可以彼此交流认识的部分 这样都有听我们说 希望透过不同的活动 让民众之间彼此认识 然后能够彼此知道彼此的资源 然后花莲县政府能做到的部分 我们一定来全力协助 花莲县政府明白 花莲有一群埋头努力的创业家 无时无刻想着找资源 与人才 组团队串联通路 无论是准备创业起步的青年 壮年或是退休 慢生活步调的年长者 花莲都是宜居的城市 最佳的选择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 花莲市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